其实每一年星光大道上 女明星一定要想方设法的来抢镜头 除了服装 彩妆更是画龙点睛的重点 而今天呢有个非常重要的流行方向 来参考一下 就是张慧妹阿密特的大农妆 我们记者陈姿敏呢 她亲身体验了一下 这种阿密特的化妆方法 来看看她化妆前跟化妆后的模样 金曲星光闪闪 怎么样才能抓住今年美光灯的焦点 现在就教您彩妆的重点 总用两边的对仗之下 你还认得出来是我吗 其实在我脸上 这个就是阿密特彩妆风格 如何打造出所谓的巨星的一个 金曲的一个眼妆呢 将浅色平滑 阻塞晕染 再做到深色地轮廓 不只这种风格强烈的阿密特彩妆 还有另一种时尚又清新的路线 走得像是莫文味的彩妆风格 非常优雅以及清晰的妆容上面 尤其是在唇部的部分 我们可以利用到单一个色调 但不同的颜色的层次 来创造出比较亮的这样的一个唇膏 简单的说 今年金曲红毯美妆的吸睛指数 两大重点 嘴唇要用同色系的深浅两色 呈现出亮眼的性感 眼睛的部分浅色平滑打底 深色蕴染拉出线条才有层次 打造出有层次的小脸 恐怕就是今年金曲奖女星彩妆大战的指标 记者陈子敏李世龙台北报道